昨天下午2時半左右 埃利奧特市Algo Center Mall頂部的露天停車場突然倒塌 當時商場內有很多救密民眾 倒塌造成商場的天然氣洩漏 部分建築支架扭曲 電線以及管道外路 事故發生後 市政府立即宣布該市進入緊急狀態 警方透露 事故造成最少22人受傷 但都沒有生命危險 另外有多人在事故中失蹤 安省省警還未透露失蹤的人員具體數字 但表示失蹤的名單長達兩頁子那麼長 不過陸續有失蹤人員安全媒家 消防人員目前還在事故現場搜救傷者 來自多倫多的緊急救援小組 也抵達事故現場協助救援工作 救援人員昨晚證實 消防人員使用溫度傳感器找尋傷者 發現最少有一人被困在廢堆下面 但目前還未清楚 這名商者是否已經獲救 商場經理表示 自從去年開始 頂樓一直有維修工作 改善滲漏的問題 但卻沒有進行任何大型結構性維修 當局正在調查事故發生的原因 MaoTV巡尿報導 MaoTV巡尿報導 MaoTV巡尿報導